現在是DOA DOA呢目前來講我是選擇Wi-Fi Wi-Fi 那麼DOA的Wi-Fi有 麥克風的外部收音 現在是指向台灣隊 好那我接著要出去走走 然後來順便讓大家 理解麥克風的差別 現在我可以看得到 這個收音的這個音量表 音量表在這邊 那同時呢我現在收的是這一支 TNW-1的指向原廠的麥克風 待會是用採訪麥 我們來走一下距離 然後順便看看這個Wi-Fi能夠多遠 5公尺 現在是5公尺 10公尺 10公尺 大約10公尺的距離 我們這個走到底大約是 大概30公尺左右 大約20公尺左右 我們就講20公尺好了 20公尺的距離大致上 是現在這個距離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出 正確的一個收音品質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把麥克風呢 再離得更遠了 好 離到這個位置來 也沒有想到一點 這個Wi-Fi居然到底都還有 算是很猛很厲害的 算是很猛很厲害的 好那我們接著呢繼續呢 設施另外一支麥克風 我把台灣隊的這個原廠麥克風關掉 按兩下 一樣是麥克風在不同的相機結果相當大的差異 我們也不曉得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不是工程人員 也不是他當初設計的理念 那麼更沒有辦法猜測就是說 它的Wi-Fi到底是誰好誰壞 但是可以判定的一點 DOA呢 DJI Osmo Action在這邊呢 它的對於其他無線 訊號的干擾來說呢 我們會覺得比較 好一些齁 它比較不會去干擾到別人 現在是比較遠齁 大概是35公尺左右 30幾公尺左右齁 那麼我們再繼續測試它 然後來理解一下它之間的差異 我們發現一點就是說 DJI Osmo Action 對於周邊的這個 麥克風 無線麥克風的干擾情況 會小非常的多 可以說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我們呢 再到我們家最亂最髒的地方 Wi-Fi最髒的地方去確認一下 然後待會再試幾支麥克風給大家 這裡是上面呢 是一個高壓電齁 不是高壓電應該是怎麼講 霓虹燈啦 各位看一下 很多麥克風都死在這裡 基本上麥克風 一定要到這裡來開 無線麥克風 很多知名廠牌的麥克風 只要在這邊打開就是 刷賽 一定死 死的不要不要的 直接就死給你看的那種死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距離測試了齁 因為我們後面那個地方呢 就是白白的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的AP基地台的位置 好 那我過去測 什麼呢 測試看看 會不會有問題 好 那現在這是即將上市的 我們的採訪麥 後面還有幾個型號齁 就是項鍊麥跟LP1 項鍊麥跟LP1 項鍊麥跟LP1 好 那現在這是我們家呢 干擾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家這個位置呢 基本上是干擾最嚴重的地方 好 那希望它也順順利利過關 好 如果OK的話呢 相信 會帶來很大的幫助 好 這是這支麥克風 這支麥克風呢 TNW系列 給人家做採訪用的 比較方便 小巧可愛 另外呢 也是要讓大家做 手機用的 它手機用它可以折 它可以折 它有指向的跟全向的 好 兩種尺寸 目前這支是指向的 彎次彎次 好 現在是項鍊麥克風 那項鍊麥克風呢 基本上是一個有點裝飾性的 像磁磁一樣的感覺 那這麥克風呢 會比較熱鬧一點點 因為它是全向的 所以全向的適合兩個人對話 兩個人對話 那這支麥克風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特色 跟大家分享 那距離我就不測了 因為都差不多都知道了 大概剛剛的結果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一群人的指向麥克風 當我們要把訪問做到 就是很乾淨很乾淨的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蓋掉旁邊一些人講話的聲音 旁邊的聲音就會不見 你只要講話的聲音呢 在指向的範圍內 盡量往它裡頭發聲音 聲音就會變得很乾淨 會很乾淨 好 那我們測試這邊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麥克風的一個注意事項 我們麥克風在使用的時候 注意就是說 如果是無線麥克風呢 你接收器在你的相機 Wi-Fi打開情形下 在它旁邊繞 如果繞沒有問題 都沒有什麼 就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就是剛好沒有搭到 再來就是接收器在你的手機這邊 它開Wi-Fi嘛 在那邊繞 都沒有搭到就沒什麼問題 現在唯一就是遇到的痛點就是說 GoPro目前我們在挑那個就是說 比較適合它的那個無線麥克風 那現在DOA呢 目前來說 跟台灣對麥克風非常的匹配 那效果也還OK 那麼 DOA跟GoPro本身 彼此之間 它們都有它們的互相不一樣的地方 各有各的優點 那麼 也可以說就是說 青菜蘿蔔請各取所需 DJI麥克風 DJI麥克風 你如果說來選用這套裝備的時候 它就是小巧的一個Mine 長這個樣子 那也有抗風性 然後希望大家了解 那最近一系列的這個 台訪裝備呢 通通都微型化了 那我們做了很多套給媒體 他們去進行採訪 工作之用 也獲得不錯的口碑跟迴響 也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會再接再厲 把這些作品呢 依照你們的需要呈現出來 那麼 一樣是無線麥克風 在不同的相機 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請記得 如果你是GoPro的話呢 你的接收器呢 務必要離開你的相機 要大概50公分到100公分左右 這樣子可以增加你的收音的距離 也就是說你把你的接收器 放在身上 口袋 天線外露 那 GoPro大概拿這個位置 這樣子就很OK了 這樣距離就會很正常了 但是你如果把接收器 放在剛剛我這個照片的就是說 相機的後面 如果是GoPro的話呢 會有好幾個型號的麥克風呢 就會有 傳輸距離不足 斷斷續續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就比較難處理了齁 那 如果你GoPro要用無線麥克風 強烈建議你買UHF的 還OK齁 還OK 那其他的部分 台灣對麥克風這一支呢 基本上就是手機相機 距離各方面呢 只要會用它就是說 不要跟Wi-Fi發射源 接收源 整個搭在一起的情形之下呢 適當的這個距離 它都能夠有一定不錯的效果 那它跟相機在使用上來講 基本上是很穩定的 好 謝謝